医护人员站在医院外 等待伤患抵达协助送医 宜兰太平山游览车 繁复意外酿成多人受伤 现场失去生命迹象的女乘客 最后申告不治 最严重的是一位 七十岁的一位女士 那她送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欧卡的一个情况 那经过我们快一个小时的急救 并没有能够救回 那我想主要都是脑部 跟松枪里面的一个初选 最了解死者是一名七十多岁的妇人 这一次跟老公一起出游 怎么样也想不到 出发第一天就发生意外 其他劫后余生的乘客 回想事发的惊悚一瞬间 情绪久久不能平息 当然当下逃生要紧 不少乘客将眼镜包包 等个人物品遗留在车上 还有人说真的吓坏了 很紧张 担心无法脱困 还好救难人员赶紧到现场 将窗户给击破 受困的乘客才得以逃出来 这次发生意外的是一群来自桃源巴德的环保志工 原先开行到太平山两天一夜出游 想不到却留下满满悲痛回忆 体育新闻中的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